欢迎大家观看JavaScript开发系列课程之时间和日期 通过本集视频的学习 大家可以掌握日期中常用的一些方法 Data属于引用类型的 GS已经在Data内部定义了很多方法 咱们把这些方法分为三类 分别是通用方法、日期格式化方法以及组件方法 首先咱们看一下通用方法 定义了一个Data类型的 咱们用的是UTC格式的 然后这个时间是18年的10月3号8.12分20秒 咱们看一下 首先看一下通用方法 D.toStream转成字符串 把这个日期转成字符串形式的 直接用Alert给它显示一下 进行 这个呢是大家看一下10月是吧 那个10咱们前面说过了 实际上是11月份 所以是November是吧 11月3号2018年 然后呢咱们这个是什么 UTC格式的 所以说它咱们在东巴区 在8点的基础上加了8个小时 所以就是变成下午的4点12分20秒了 再看 D.toLocalStream 转成本地格式 把这个 这个所代表的日期转成本地格式来显示 toLocalStream Local是本地的意思 我们看 这个呢是 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本地格式来显示的 2018年11月3号下午的4点12分20秒 还有一个通用的方法 就是ValueOf D.ValueOf 这个方法呢 它就是得到这个所代表的日期对应的好秒数 好秒数啊 第二个第三个 好秒数 也就是从1970年1月1号开始算起的那个好秒数 行了 这是三个通用的方法 下面咱们接着看一下日期格式化方法 日期格式化方法 有这么几个 首先看一下 ToDateStream 别说咱们只想得到这个里边的年月日 咱们就可以用ToDateStream 同样返回的是一个字符串格式 咱们用Alert显示一下 行 ToDate 来看一下这里面包含了什么 这个星期以及年月日 星期和年月日 十分秒就没有了 同理如果我只想 获取十分秒呢 那就是ToTime Stream Time是时间 Date是日期 咱们看一下这里面就只有时间这一部分了 4点12分20秒 然后呢 时区 还可以得到本地格式的日期和时间 Alert D.ToD.ToLocalStream LocalDateStream 以及呢 得到本地格式的ToLocal 什么 TimeStream 本地格式的时间 本地格式的日期 本地格式的这个时间 再看一下 本地格式的日期 本地格式的时间 我们还可以得到UTC UTC格式的 四五串 UTC格式的 那么UTC格式的 那么它就是 最后这个是吧 11月3号2018年8点12分 20秒 这是一个UTC格式的 行 这是和这个格式化相关的一些方法 咱们看一下这个格式化呢 这个是得到的日期 这个得到的是十分秒 是吧 这个是本地的 本地的日期 本地的十分秒 但是呢 有些情况下 我们只想得到年 或只想得到月 或只想得到时间 或者是分钟 或者是秒 这样呢 我们就得用下面的什么 用下面的组件方法 来 组件方法 就是咱们想单独获取时间 日期时间中的某一部分的时候 这些方法 我们给它称为组件方法 那么这些方法就比较多了啊 比如说 咱要获取年份 那么这个对应的是 get4year 然后呢 获取月份 getmonth 获取日期 getdate 获取小时 gethours 获取分钟 getminutes 获取秒 getseconds 这些 大家看一下 除了有get的方法 还会有相应的set的方法 get呢 是咱要获取 获取相应的年份 那么set呢 咱们还可以去设置它的年份 也说咱们可以去改变它的年份 好的 咱们看一下 咱们还用上面这个日期 还用上面这个日期 分别用一下 地点get4year 这是得到的是年份 alert一下 我在地点get什么 月 getmonth alert 地点get日期 getdate 这些常用的 大家要掌握 get十分秒 地点gethours alert 地点getminutes getseconds 变形一下 年份 2018年 然后呢 这个得到的是什么 10了啊 这个要注意了 月份 咱们现在是11月份 但是得到的是10 这个是一致的 因为 1月份对应的是0 那么11月份对应的就是10了 然后呢 这是日期 10 分 秒 好的 所以说呢 这里面要注意的就是在月份上要怎么样 在得到的这个月份上要加1 要注意它 月份要什么 要加1 那么另外呢 咱们这个得到的是什么 不是UTC格式的 如果咱想得到UTC格式的呢 直接在这些方法的前面加上什么UTC就行了 你比如说 地点get什么UTC foryear 举几个例子 地点get什么UTC date日期 然后 地点get UTC 咱们是month 月份 UTC month 等等的 在这些方法的前面 你加上一个UTC 直接加一个UTC就可以了 得到的就是UTC格式的 年月日10分秒 那么同样呢 我们也可以是set get呢是获取 从已知的这个年月日10分秒钟去获取 我们也可以去修改它 修改它 比如说地点set foryear 我把年份现在是2018年 我改成2020年 那么改成这个之后呢 咱们再获取一下 那就是地点get foryear 得到的那就是年份被修改了 得到的是修改之后的年份 显示一下 2020 明白意思吧 比如说我再set一下month 把它的月份也改了 现在11月份 我给它改成呢 比如说改成6 咱们再获取一下 地点getmonth 这个 现在年份呢 是2002年了 咱们看一下月份 我改成6了 这个得到的是几 6 这个其他的方法呢 就同理了 另外呢 在所有这些组件方法当中呢 这个方法 gettimezoneoffset 这个是用来获取什么 本地时间和UTC时间相差的分钟数 gettimezoneoffset 咱们看一下 gettimezone timezone就是时区offset 我把上面的注视掉 那么咱们现在这个D代表的还是什么 2018年11月3号8点这个时间 8点12分这个时间 咱们得到这个和UTC时间相差的分钟数 很显然这个是差8个小时 8个小时呢 是68 480 480分钟 咱们把这个返回值给它显示一下 进行 复的480 相差480分钟 好的 下面呢 咱们实现 显示当前 当前时间 来 那就是什么 date 然后呢 new date 直接new 小括号里边什么都不写 这就是得到的是当前的系统时间 然后呢 咱们再直接显示一下 date 点什么 getforyear 这个是年份 哪一年 然后再加上 date.get什么 month 注意 月份要加一 月份要加一 要注意了 再加上什么 这是哪个月 日呢 在date.get date 这个是日期 再加上十分秒 date.get 什么 hours 这个是 几时 再加上 date.get get什么 minutes 分钟 这是分 再加上 date.get 什么 second get second 这个是多少秒 好的 咱们运行一下 行 2016年5月9号 是吧 17时到现在的时间 是吧 就是这个 这就是date中常用的方法 感谢大家观看本视频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